先簡單講一下這個活動的一個目的 因為我自己其實是那個AURS的理事 我是吳瑪莉 那就是我們都知道就是長久以來 AURS其實在有關環境運動上面 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那也跟不同的那個運動團體 有非常密切的一個結盟關係 那我們一直在想說 就是整個環境運動走到現在 其實它有一些很大的評值 然後我們就想說 有沒有可能把我們所在面對這個環境問題 能夠跟更多不同領域的人 一起能夠做交流 那因為我自己是藝術界的人 所以我就也特別希望說 藝術的工作者也能夠加入到 這樣子的一個運動裡面來 看到底大家可以集中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能夠讓我們所關心的一些議題 能夠更被看到 然後當然也很期待說 有機會可以去做一些改變 那今年當然非常特別的是 剛好就是那個無可鮑牛20年的一個週年 那AURS也一直在想說 包含根本的春馬拉基金會 因為這兩個團體基本上都是 在無可鮑牛運動之後所產生的團體 那當然也有很多的像婦女運動的這些團體 也都是因緣際會在這樣子的背景之下所產生的 那所以我們也一直在思考說 在無可鮑牛20年之後 到底我們有一些什麼樣的事情可以來做 一方面去回溯一下說 這20年以來的這個都市運動 到底做了一些什麼事情 還有就是說今天所面對的問題 跟20年前有一些什麼樣的差異 那這個是這個給活動的一個重要的一個背景 那另外一個是 當然就是我們從綠黨那邊知道說 明年的綠黨的那個亞太的會議 也要在台北舉行 是明年5月 那明年又有台北有一個花國 那台北雙電展基本上也是在那個時間 所以我們也因此在想說 那個環境中跟藝術這一邊有沒有可能有一個 比較密切的一個對話關係 因此有今天這樣的活動 所以我想也許我們就 本來是希望說也許大家可以相互認識 自我介紹一下 不過這個恐怕會花很多時間 我想我們就是先進入 就是直接進入到那個我們的活動流程 然後在這個活動的過程中 然後也許大家彼此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也可以讓彼此認識彼此 然後也可以有多一點的對話跟推動 這樣可以節省一點時間 那我們今天主要的活動大概分三塊 第一塊就是我們先有一個專題性的演講 那這個演講裡面第一個有Hours 那個理事長就是唐瑞茂 剛剛到達穿綠色還好感到 那第二個就是潘漢森是綠黨的秘書長 那再來就是呂秉穎 就是吹茂拉基金腿的執行長 那等一下會請方先講 就做一個專題的一個演講 然後之後呢 再請那個有關台北燃燒地圖裡面的 各位委員會 我們在進行的這個運動的案例 特別案例的主要的那些運動團隊來 來介紹一下他們這個案例的一些狀況 然後第三個部分就是一個討論 就希望說大家能夠共襄盛訊 然後在這個包含演講的過程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隨時提出來沒有問題 我們最後就是在做一些對話 好那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大概接著就這一次我們稱為 叫燃燒地圖 那我老師希望說就這燃燒地圖的部分 再把這個概念講得比較清楚一點 那燃燒地圖會有這樣的一個構想是因為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 特別是這兩三年 那很多在做這種所謂社會運動的朋友 一個很大的感受 就是說過去十幾年前 二十年大概做一個運動 政府某些程度會有點回應 可是最近的問題是政府不回應 常常開個會大概出來的事情是一樣 以最近 客家文化園區就是一個很荒謬的案例 他要做一個梯田 要拆跟移大概200多棵樹 在台北市的那個丁州路底的那一塊 基地裡面 那這個東西我們這樣子反映 後來市政府副市長找我們去談 這個問題 他當然覺得說 就把這個梯田給取消掉 過了兩天 我們拿到客委會的委員 梯田變成水田 這個案例就讓我們看到說 到底怎麼辦 過去從烏克蝸牛 至少我們從澳神脈絡來看 我們積極去對一些不當的政策跟建設 來做一些回應 那某些程度其實這是一個合理 不像說好像運動充滿了一些 這種所謂對抗的部分 那其實也可以看到台灣社會在前進 可是我們看到 政府的回應好像沒有跟上 或是說他其實找到他的新的立場 來看這件事 所以那時候我們在成立這個所謂 台北都會區的燃燒地圖的概念是說 那我們是不是能夠把 所經歷的所發生的事情 放在一個地圖上面 我們來給政府變成一個監督 我們每一個月就來公布一次 到底這個月最熱的是哪一個地圖 所以他不是走在議題的後面 而是走在前面 我們可以來監督 每一年來公布到底今年 產生什麼樣大的事情 來給政府一個 一個類似像壓力 這當然也是一個想像 所以只有這個燃燒地圖 這樣一個概念 那就是遍地烘火這個概念 那這個概念其實並不只是一個 運動的策略 某些程度也在談到整個 台北都會區的一個新的問題 恐怕讓我們看到整個城市的規劃 已經不再是一個美化儀活 而是一個生存的 像剛剛漢森最早提到的 這也是代表台灣在世界公民的一個角色 那接著我大概用這個圖影片 來把我剛剛這個概念做一個陳述 那為什麼要在台北談這個燃燒地圖 其實背後有一個很大的叫做熱島效應 過去大家所關心是氣候異變 那氣候異變海水上升 大家知道2050年像剛剛漢森 台灣很多城市就要變在海裡面 可是我猜熱島效應會比這一天來多長 因為今年在颱風前的氣溫 大家還記得多少度嗎 38度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放到城市裡面 因為就是城市更容易這樣 因為它如果熱島效應 意思就是說 我們今天這禮拜如果都出大太陽的話 那今天的溫度會續到明天一度 那到了42度 再上去是什麼效果 因為我們冷氣熱交換 就設定在這一個 40幾度的這一個階段 如果再上去的話 我們冷氣就失去了 所以我們在看很多國家 所謂熱浪侵襲 那很多身體比較弱的 那大概就有生命的危機 所以這個恐怕跟台北的 這個生活經驗慢慢不會太遠 那我們來看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怎麼樣能夠來達到 這個熱島效應的回應 其實變成是一個很重要 可是我們城市有沒有在做 有 少了很多國藥的專家提了 台北市的生態城市的報告 2050年 這個都已經出來 可是我們在最近花博會 移了一千多顆樹 大家來看這一塊是新增公園的 現在變成是主展場 那為什麼會把一個主殘狼 選在已經成立了一個基地上面 為什麼 是專業的判斷的問題 是是專業判斷的問題 恐怕也是後面這個決策的一個出障 你看還有很多空間 為什麼不擺在其他地方 那台北好好看 我最近到一個社區 整理成這個樣子 本來有一些雜草樹都被清掉 對土堆是蠻醜的 立個牌子這個系列 那我剛好去社區做一個討論 那社區居民告訴我說 最近社區的五點都不見 我因為這裡本來有一些雜草植物就被 對